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拿到第一份实际工资2500元 当天晚上他就去网上分期买了台苹果pro 17999元 12期 每月1600多元 他盘算得很清楚 每月1600元还剩900 吃住都在学校 基本没啥开销 毕业后转正 工资至少5000 除去还款 吃住都可以搞定 分期的费用完全可以承担 年轻人给自己挖坑 往往从盲目自信开始 毕业后他和朋友一起找房 预算每人500一个月 合租 这个价格只适合城中村 两人都看不上 楼层低 面积窄 没阳光 没信号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 两房一厅 3200一个月 压二负一 他咬牙从借位里借了5000出来 全部交给了房东 网易严选的厨具 一家的办公桌和沙发 搬家费 宽贷费 又把第一张信用卡刷爆了 额度不高 5000块 美好的毕业生活 从还债开始 最穷时 他连两块钱公交车费都拿不出来 最狠的时候 一瓶老干妈吃了半个月 毕业不到半年 他已经欠了五万块 还不算利息 我已经猜到 接下来三年 他会越欠越多 开更多的卡 借更多的网贷 高利贷 拆东奖 赌西奖 典型的贫民窟青年 表面上风光无限 背地里狂风呼啸 一边消费着根本不符合身份的日用品 一边承受着这个收入根本承受不起的债务 一步步把自己的人生推向债务深渊 万劫不复 这样的财商 老实说是真蠢 该骂吗 该 红星新闻报道 90后女护士李梅深陷网贷 母亲替她还了23.7万后 她还偷偷借 加起来共借了60万 母亲受不了 说出她是领养的真相 李梅月收入不过8000元 每月开销却高达三四万 问她花哪儿去了 她说 每天上下班只坐网约车 中午交外卖 下午一杯星巴克 固定消费三四百 平时无聊的时候就上淘宝 看到喜欢了就买 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朋友 每个月就五六千块的收入 背着四五十万的网贷 他们和李梅一样 欲望大于能力 用最精致的产品借最昂贵的网贷 甚至是丧心病狂的裸贷 汇丰银行调查显示 现在90后的负债额是月收入的18.5倍 已经步入社会工作的90后 人均负债超过十万 我国90后在借贷市场中 占比高达49.31% 位居亚洲同龄人首位 有28.57%的人使用消费贷款 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 全中国有一半贫民库青年 在消费贷里挣扎 呐喊越陷越深越走越偏 那些每天在朋友圈里 岁月静好的年轻人 很可能就在负债前行 那些天天鸡血的年轻人 说不定超前消费 已经到了2021年 在消费贷坑里的人 彷徨焦虑久了 其实很绝望 什么杀死了希望 是妄想症 上流社会妄想症 互联网连接了十亿人 每个人都好像得了 上层社会妄想症 总觉得去四季酒店 吃个自助餐 买个爵士爱马仕 就觉得自己身价百万 可大多数人 没有驾驭这些收拾品的能力 那你的灵魂就会被侵蚀 你就会成为卡奴 房奴 消费贷奴 贫穷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一书中探讨的是 联合国贫困线下的十亿人 为什么脱不了贫 我们虽不是书中描述的那十亿人 但思考问题的方式 对金钱的管理 都和真正那百分之一的 上层社会的人 差了一个银河系 当哪天生活来了个暴击巨浪 贫民哭小公主和小王子们 恍然大悟 哦天哪 原来我和那最底层的十亿人 毫无区别 太多一夜暴富的故事 让我们相信 钱很好赚 李佳琪 薇亚 还有众多小年轻 挣到第一个一百万的案例 引发了焦虑 同时也引发了鸡血 靠副业赚钱真的那么容易吗 我有个朋友 接了一个文案策划的活 三千元 看起来很多 结果磨了两周才弄好 甲方还打了折 说了各种问题 所以我朋友才收到六百块 通宵两周换来六百元 看似还不错 但我朋友那段时间 整个人变得极其暴躁 休息了一整个月 才恢复过来 还有搞什么奶茶店加萌 刷脸支付加萌的 看人家赚钱也去搞 结果赔得倾家荡产 总有小韭菜们 想去踩一脚 绿油油的样子 人家不搁你都不行 千禧一代 都成长在比较和平 安稳的年代 没经历过一些时代的苦难 容易盲目自信 觉得钱很好赚 觉得创业很应该 还是醒醒吧 如果你从未理性评估过 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理财能力 就贸然按着自己的理想主义走 你除了成为大佬们的韭菜 一点用都没有 所谓抗风险能力 理财能力 都来源于 你没有理财计划 看过一本书 作者把这个世界的人 划分在三个车道上 有人在快车道 有人在慢车道 有人没有资格走在车道上 一生都在人行道上 走在人行道上的人 永远处于一种破产状态 即使满足感充斥了他们的大脑 手上一有钱 绝不是存起来 一定是散财 去旅游 买新车 新衣服 或者其他火爆的新品 这样的人 不可能过上高品质生活 每天发大财 也会把钱散掉 因为那样太爽了 他们陷入生活方式 奴役的泥潭中 贪恋及时行乐 感官刺激 获得及时满足感 他们更不会有详细的理财计划 每个月的负担渐增 美国金融危机前 55岁以下的人中 57%的人 资产净值为零 甚至为负 金融危机爆发后 85%的家庭存款为零 或为负 中国家庭也不逊色 至少有一半 不存钱的 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表示 中国新一代年轻人里 35岁以下 56%的人 暂未开始储蓄 开始储蓄的44%的人中 平均每月储蓄 仅1389元 没有理财计划 光是寻求及时满足感 就注定会被各种 寄生性债务缠身 那就不用喊穷了 因为以后 只会更穷 在消费贷如此严重的时代 分享几点建议 一 先还债 这条建议 适合欠消费贷的人 房贷除外 做个表格 统计下自己欠了多少钱 利息多少 每个月收入多少 仔细算一下 你多长时间可以还清 能不买的就不买 用省下的钱 把消费贷还清 实在不行 求助父母 二 再存钱 给自己定个 十万存款的目标 每个月三万 一年就三点六万 别人三年欠十万 你三年存十万 这也就是你们的差别 你已经超越了 绝大部分年轻人 三 别创业 高收益对应的 从来都是高风险 能承担风险的人 是极少数 绝大多数 都是自以为能承担 结果出事之后 哭爹喊娘 这话 同样适用于创业 绝大多数人 不适合创业 很大概率 你就是那个 绝大多数 四 多渠道 除了本职工作之外 找第二份 第三份收入 类似投稿 家教 销售 保险等 门槛不高 只要用心 大部分人都能胜任 很多预薪三万的 其实都有几份收入 风险低 收入稳定 比创业强很多 五 承认自己没钱 我读研究生那会儿 一大学同学结婚 大家聚一起讨论 分子钱多少合适 普遍的说法是一千 这是惯例 我说你们随意 我还读书 最多就二百 没那个经济实力 就不要趟惯例那浑水 把人情消费降下来 一年能省好多钱 承认自己目前没钱 不丢人 丢人的 是十年后 你还是没钱 希望每个人 都能定下心来 踏实做事 2020年 不再欠贷 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